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7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香港時間 星期一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善事 我們上一節也跟大家詳細探討 這個是中國內地人 中國內地人 有很多 都很容易 會中招 就是變了 原本是一個 是被害者的角色 明明 是被政權當成人亡 但是轉頭 就是很容易變了 走去感謝他 這一節我們正正要說 其中一種 是不會出現這種症狀 的一個界別 以及一種人 這個就是 商家 所以我們有時候 跟大家說了很多次 分析這個政治光譜 其實所謂的藍絲 其實是一個 很闊的陣形 當然我們一般 是會責罵 是會痛斥的那些藍絲 我們多數是說他們明知道 中國共產黨和政權在作惡 但是他們繼續 是助紂為約 是成為他們爪牙的人 其實當中這個界別 包含了 一大堆是叫做 不知情的港豬 又或者 包含了一大堆 是叫做投機分子 這班人是看準 站在政權 站在政府 這一邊的好處 然後 出來扮支持政府 例如我們早兩天 跟大家揭露的這個肥媽 肥媽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出來 看準了大量藍絲香港人移居 英國的這個時機 所以就是想要過來開演唱會 要大賺一筆 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 從戰略上去考慮 讓肥媽 吃到這次的甜頭 有 某些好處 當然原則上 是不應該給這些 幫中共 和港共作惡 的人渣敗類 過來挖真銀 但是如果肥媽這次 在英國搞演唱會搞得很成功 香港的建制陣營 就會崩潰 他們有一大群人想要利益 他們有一大群人 原本 附和政府跟你唱衰英國 叫人不要移民 他們就會改變立場 變成了 拉大隊過去英國尋找客戶 這件事會發生 所以 如果真是沒有辦法對付這次的肥媽 讓他 拿到成功 香港的藍絲 親建制陣營 就會撕裂了 所以 向這個方向臨 讓他成功一次 可能也不是一件壞事 這一節我們要說的是香港的商界 香港的商界 支持港共政府絕對不是建基於斯德哥爾摩症後群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 支持六部曲 這個也是本台繼續緊急呼籲 本台的主頻道是被封鎖 現在我們主頻道升旗易得道 不能上載 也是盈利功能徹底被停止 請大家記得繼續幫我們轉發這個訊息 是主頻道被封鎖的訊息 還有轉發我們的後備頻道 即是你現在在聽的星期二日報 我們被封鎖 是跟政治打壓 要黃媒滅聲 是肯定是同一件事 這次針對著我們 也是 因為我們 7月份的時候 7月1日發動了聯儲信 是針對港共的李家超 當然我們本台的兩位 最核心的主持 也是 這個港共政府的眼中釘之一 這個叫做香港議會 的核心成員 就算我們兩個 不是這個 香港議會的核心成員 我們本身 都一定是去眼中釘的 幾樣東西加起來 就更加 是眼中釘中的眼中釘 我們相信 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只要我們不被滅聲 對這個政權來說 也是一種極大的挫敗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也是很簡單 我要做的就是謹守崗位 絕不讓他滅聲 絕不向他妥協 請各位 在這段時間真的幫忙 支持一下我們 請各位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 台 是其中一個 不停 差不多好像是唯一 不停叫大家 叫聽眾 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的台 現在我們被停止了 連所有的 盈利 那個戶口也被停止了 所以我們這段時間沒有辦法 我們也作為一個媒體 需要經營 所以我們現在是迫於目內 希望大家在這段時間 就是付費支持 我們承諾就是一旦 能夠恢復到這個主頻道 能夠恢復到我們的免費營運模式 我們一定 會跟大家 在第一時間公佈 希望大家就幫幫忙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這節要說的是香港的商界 香港的商界就是其中一個 是不受 斯德哥爾摩症後裙 症狀影響 的一個 組別 所以所謂的藍絲 其實 有很多種不同的光譜 某個程度上來說 某個程度上 會發生 斯德哥爾摩症後裙 即是對 港共政府 以及對 中共真心 動了真感情 通常 有幾個元素 在這些人上 第一 他們可能從小到大被洗腦 即是接觸 大量的大內宣 第二 這些人 他們原本 他們的心腸 未必是很壞的人 他們反而 因為學識不足 收到的資訊也有客人 他們 錯誤地 將一個強盜 正在做的事 當成了一件正義的事 這種人 是相當之恐怖 因為他會繼續 堅信一件錯誤的事 繼續 火同壞人 是將 支援他們的行為 做到底 這種人應該怎麼應付 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真相 使得他們覺醒 所以中國共產黨 就是要把你們所有媒體講真話的 尤其是黃媒 就是要消滅你 因為你 只是說出真相 就會將他們破壞 為甚麼他們要拼命 去攻擊 拼命要切斷你的裁員 拼命要你們滅聲 就是因為你們有辦法 叫醒這班人 所以 其中一個工作 我們要做的 都是繼續 堅持發聲 在所有的議題 跟他辯論 所以 藍絲裏面 投機分子 是不會對他動感情的 其實他 只是因為我站在你那邊 我覺得我得到的 好處 和經濟利益是更加多 所以就站在你那邊 這個就是投機分子 而商界 絕大多數的情況 都是這樣 他們因為站在你那邊 是有利益 現在 商界正式質疑 覺得你 特區政府大搞搶人財計劃 根本就是一場災難 搞到一團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就經常把搶人財掛在這個嘴邊 更加公佈 又說今年輸入了多少人才 又說有多少宗 申請已經獲得 批核 大家都知道 其實所謂的人才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配對 這個地方 的行業 需要某一種特定技能的人 這樣就叫做人才 這件事包括 語言能力 溝通能力 文化 每一樣東西 受的專業知識的訓練 在行業裏面的經驗 每一樣東西都是這個 各行各業需要 的元素來的 絕對不是 你跟我說大量的新移民湧到香港 就能夠彌補那個市場的不足 所以就是說 他們不斷攻擊說你香港人過到英國找不到工作 其實就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你需要時間 去適應社會 去銜接 再去把你的專業技能在特定的領域 發揮出來 他們攻擊你 叫你不要移民的時候 他們就大談這件事 如果香港有大量的港人離開 需要透過中國大陸的人口 去補充香港 香港就會出現了 大量的行業 其實是無法銜接 所以 商界最近就是忍不住要揭露 香港港共政府說的大話 更加發現了 原來這個所謂的輸入專才的計劃 原來根本就是淪為 香港輸入新移民的一個殖民計劃 所謂的高財通 原來 大量商界的人都發現 在中國大陸 就是所謂的專才 根本 是完全跟香港的行業 根本無法銜接 即是說我某公司 可能走了某個行業的經理 他可能做了採購 熟悉 香港的經濟環境 熟悉 供應商 的溝通 但是你根本 在他走了的時候 你現在忽然之間找一個國內的所謂的專才下來 先不要說他有沒有這樣的學歷和能力 只是一個語言文化 還有 還有 跟供應商對外的關係 已經是完全不相同 根本絕對不是一時三刻 就可以彌補 那個勞動市場 再加上你走的 有大量的專業人士 有大量的醫護 香港的醫護 你除非立即更改了 過去的制度 而香港 真的在做這件事 所以 你擁抱 香港 香港 甚至乎其實暗地裏 不反對香港政府 為了在香港想賺錢 其實香港就是要發生 制度性的根本變法 遷就 現在大量移居的內地人 包括香港的法律界 以為 可以 就是一場社會運動 可以去賺錢 其實一定出事 香港整個法制 是不再需要 一班懂得 英國普通法的一班專業人士 他們現在要的 是國內的律師 甚至乎 要懂得俄羅斯法律 因為正在搞跟俄羅斯做生意 懂得英國法律有甚麼用呢 最近 這樣的狀態 香港的商家 就是叫做 聞到焦味 所以 開始的藍絲 就是改變目標 他們發現留在香港根本 沒有辦法繼續 正常做生意 更加不要說要像之前那樣 繼續大責 所以他們現在 將會有一班人 是叫做非去外國賺食 是要追著 香港人的腳步 從他們種種 就是哪裏有水 就會去到哪裏 的那種舉動 你也可以清楚看到 香港形成的移民潮 第一核心 一定是英國 現在將會形成第二核心的 肯定是加拿大 原本的加拿大就是住了大量97年 逃亡 逃避中國共產黨的人 所以本身加拿大 就是住了大量香港人 再加上現在加拿大 開放了 幾乎是任何人 都可以申請 所以 將會預計加拿大 從香港 移民的人數 會不斷 再上升 英國不用說了 英國 就一定 已經有大量大量大量的香港人 所以本身 在英國本身也應該挺舒服的 香港就只懂得跟你說有多少人申請報名 實際上那些所謂的數字 有多少真的能夠在界別裏面用出來呢 香港政府絕對不敢跟你說 香港政府你不要說現在 變成北京控制之後 實際上原本的香港 一班 走廊飯袋 日日就是數錢 上班等下班的官員 他有甚麼可能 可以懂得處理商界的事情 所以香港這樣做 現在連商家 也是要反抗 不過也不要 有幻想 商家的反抗 就是會暗地裡把資金抽走 他們的嘴巴 一定不會說我要反抗 大家 對這件事千萬不要有幻想 我們這一節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請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記得在後備頻道《星期二日報》製作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多謝大家